我现在要分享另外一个 我在台湾碰到的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个人鼓励大家多吃牛肉 我遇到尼姑和尚来咨询 我照样跟他讲吃牛肉 你这个人是青梅吗 你是没有看到我 你再跟我讲牛肉 我说没有办法 我只看到牛 因为上帝创造牛在那边 很多人就说 我不能吃牛 可不可以用别的东西代替 我说你要把牛变成兔子吗 我没有办法 我做不到 因为牛就长在那边 就这么可爱 而且他一直被怪罪 说什么 什么温室效应排放 是牛放屁 所以不要吃牛 我的解决方法就是 把世界的牛全部吃光光 他就不会放屁 那牛肉 我很爱跟吃素的人台杠 我就说 牛吃什么长大 猪吃什么长大 要说台语 这个字没有翻译 这个字台语博大今生 我很喜欢 我虽然出国二十年 我台语说得很好 炭 但是你要吃 豬吃炭 你吃豬 你吃什么 但是我跟吃素的人台杠是 牛吃草 我吃牛 我吃什么 我吃素耶 逻辑上没有缺点 没有破绽 把黑的讲成白的 辩论会就是要这样辩 我吃 牛吃草 我吃牛 我吃草 很健康 那红肉只是会被诟病说 会有致癌物 那是因为 在座有没有日本人 日本人做烧肉 知道吗 火烧到肉 所以有致癌物 可是同时你火烧到任何食物 也都会有致癌物 所以不是只有肉的问题 那你说鱼 鱼很 大鱼吃小鱼 越大的鱼越毒 现在大家都知道 大牛小牛都吃草 不会有事 你说草里面有 草里面有农药 那你可能没有看过 阿根廷的蓬巴草原 是台湾的四五十倍大 你会去喷四五十倍台湾的农药吗 不会啦 所以不会有农药 不会残留 所以安全 好 那阿根廷又是一个踢足球的国家 那我常常会教台湾人国际观 国际观其中一样东西 你必须了解的是足球 阿根廷踢足球 那世界杯 一百天之后就来了 今年 世界杯得冠军的国家 四年会有一次 四年会有一个冠军队伍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二十几届的冠军 没有一个不是吃牛肉的 那你还说牛肉不好 那为什么吃牛肉 跟踢足球有关系 因为踢足球 是要跑九十分钟 唯有唯一一个运动 连续要跑九十分钟 就只有足球 那你说 可以跑九十分钟的食物 不营养吗 当然是最营养 所以我鼓励各位吃牛肉 那这个就是有一个故事 两个病人在做化疗 癌症之后 那一床坚持吃素 就好像蜡烛要花去 然后呢 另外一床的家属看到 这事情不妙 就偷偷出去 医院旁边 买一碗牛肉汤 然后给病人喝 一喝 整个人跳起来 牛肉我都还没吃 只有喝汤而已 所以我非常喜欢台湾 最棒的一道 叫做牛肉汤面 没有钱吃牛肉面 喝汤也爽 好 那这个不错 就是牛肉里面 一块牛肉跟同等重量的任何一个食物 没有任何一个食物能够击败牛肉 营养成分来说 所以我不会管你 你认为你能不能吃牛肉 我还改变了很多人 我逆转他的疾病 然后接下去 我说你要吃牛肉 他逆转得更快 很多人有听我的话 因为我是在阿根廷长大 我热爱阿根廷烤肉 所以我一个礼拜一定吃一餐 像这种 然后吃到翻掉 跟我哥一起吃 然后吃到背盘狼藉 然后他们都说 这样吃 这个就是要中风了嘛 我说 我不是每一餐这样吃 所以不要断章取义 我七餐才吃一餐 而且这一餐是补我的蛋白质 吃到现在我八块腹肌还在 所以你不能说我错 我是基督徒 我特别会在这一章幻灯片 我分享一段圣经里面的话 是我有一天 我有读圣经的习惯 所以我早上都会读 四章旧约一章新约 诗篇六十三篇第五节 我念一下 我在床上纪念你 你就是上帝 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好 这里面要注意 这个字叫骨髓肥油 那英文 NIV的译本被认为 英文翻得最好的圣经译本 它讲骨髓肥油是 Richest of foods 什么意思 最美食里面的最美食 美食中的美食 是什么 是肥油 好 上帝都已经跟你讲了 什么才是最好的食物 你不要一直讲 蔬果 蔬果 肥油 肥油 我没有乱拗哦 上帝说的哦 上帝说 你说上帝不对 好 那你比上帝还大 那我没办法 你就是上帝 但是上帝没有说 要多吃淀粉 再讲一个好玩的 我以前住阿根廷 阿根廷北部 我们知道台湾叫Formosa 对不对 不要以为世界只有台湾一个Formosa 阿根廷有一个省份 在北部叫Formosa 而且台湾的Formosa 是在北回归县 我们嘉义北回归县 阿根廷很凑巧 在南回归县 23度 Formosa 因为葡萄牙人看到 漂亮的都叫做Formosa 阿根廷那个省份 有芒果 有莲姆 有芭拉 更扯的是 它里面有原住民 像印第安人 长得也跟我们有一点像 然后它的 它的 它的语言也很妙 小姐叫做Gonyu 然后Baby叫娃娃 然后长得很丑的 小姐叫做Mai 更扯的是 它有一盘菜 就是牛的那种大腿骨 切开来 给你吸管 吸 骨髓 那一盘菜最经典 叫Gonyu Go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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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哦 听说语言来自同一个来源 圣经就这样讲 这个可以证明 Gonyu Gonyu 它就把你扑一个牛骨头出来 很大 好大盆 然后Gonyu 然后只有吸骨髓 很好吃 很贵的菜 然后再讲一个笑话 这个比较低级 去巴西 然后不会点菜 讲葡萄牙文 台湾人去网过 他说 你如果点没菜 你就下车 它就扑出来 因为葡萄牙文的鸡肉 我发音一次 加卷蛇 大家学一下 叫做Gonyu 你不要 叫定菜 你把他扑 鸡就端出来 因为叫Gonyu 好 所以圣经里面的最好的食物 肥油 这个是非常合乎生酮的概念 所以肥油吃下去 你会有什么东西 幸福荷尔蒙 吃下去很爽 好 生酮饮食就有这一个特点 你吃下去非常有饱足感 但是你吃蔬菜 不会有饱足感 所以后来吃蔬菜会肥 吃肥油会瘦 因为你很快就饱了 好 所以要参考这些事情 那你改变你的饮食 改变你的吃法 那更重要的是 不该吃的时候不要吃 那再配合 吃的时候吃肥油 吃生酮 那你的疾病 慢慢 很快 甚至很快就会改善 所以我都 我的认知 真理 永远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掌握 好 哪一件事情可以证明 运动场上你注意看 十个人八个在走路 十个人八个在走路 等一下我再讲 这件事情 两个人在跑步 所以对的人是跑步的人 好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圣经的案例 圣经 当时所罗门大卫王的儿子 所罗门王建了一个圣殿 要敬拜上帝 那他们有一个献殿仪式 做什么 献祭 献祭他们就是 公牛献一千只 这就是我最爱的烤肉趴 表示上帝超爱牛肉 就是这个意思而已 所以 顶多还有再加羊肉 所以这两种肉 大概就是我吃的 我吃七餐而已 没有机会吃到鸡肉 我也不吃铺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我建议 大家来吃牛肉 然后 哪一天来参观我的吃牛肉法 保证 30盎尺起跳 好 我 现在讲的 其实不一定是在讲医疗 我在讲真理 因为真理很多时候都很shocking 真理很多时候都很跌破眼镜 真理很多时候都很违背 你原来在做的事情 那真理 它会有一个知识跟资讯来产生 根据你所认知的 那你会觉得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你会把它汇整起来 然后你会有一套的做法 这个同心缘是我自己写出来的 每一个字 每样东西都是我做到一百分的 好 做到后来 这个就是我刚才 我说有尼姑来跟我咨询 她只吃烫青菜 而且一点油都没有 但是她却山高 高到屋顶 然后 胰岛素 糖尿病打胰岛素 很严重的糖尿病 然后 什么都不能吃 还要想要买鸡蛋 托家人买鸡蛋 人家也不卖它 所以她连蛋都不能吃 但是她却什么病都有 但是如果做得对 耶稣说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很重要 做对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做 所以我最强调叫做 不要以为我叫你什么都不吃 我叫你享受美食 而且无罪恶感 我讲牛肉这件事情 台湾人十个有六个 脸色会变 因为会有罪恶感 但是 我的做法 自由 完全无忧无虑 享受所有的美食 当然 我享受是在我的几餐内 所以 享受也不是放荡 自由也不是无拘无束 什么都做 坏事也做 好事也做 不是 这不叫自由 好 所以我现在在传真理 能不能接受 个人自己有定夺 我没有强迫任何人 做我所做的 可是 你如果 你的疾病一直恶化 你应该要考虑一下 好 那再多讲几个 什么 好 就是女性 比较常见的叫做少肌 没有肌肉 然后没有肥 没有过重 但是也算肥胖 就是高体脂肪 那高体脂肪 要多多的重训 要吃肉 吃脂肪 然后重训 练肌肉 然后这样才可以把体脂肪降下去 好 这就是台湾 比较常见的 就是 特别是女性 其实男性也很多 就是 就是脂肪 你要 唯一可以把它换成肌肉 所以以前 不是有 比较吗 两个一样高 一样重 一样BMI 一个是林书豪 一个是莲胜文 差在哪里 差在脂肪的比例 好 那这个就是 我所达到的 今天来臭屁一下 我就是这样 随便 都怎么样 可是我花很多功夫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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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现在最爱 买的叫做西装 而且我买的西装 要很合身 我现在穿的西装 都是那种 二三十岁 古惑宅在穿的那种 那我就去买这种西装来穿 英文健身中心叫什么 好 另外一个说法叫 Fitness Center Fitness什么意思 Fitness就是穿衣服都很合身 那我们很多人身材 身材走样 穿衣服是在遮 遮缺点的 但是我鼓励各位 练好身体 然后穿很合身的衣服 那这个才叫做Fit 那Get Fit 所以我要玩文字游戏 Get Fit means get rid of fat F中间那个字母差很多 F跟T在两旁 中间是A还是I 选择 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 你要选择Fit还是Fat 个人的选择 Fitness